9月份的数据发布 国内的手机市场的出货量 是2537.1万部 同比下降23.8% 那么这个呢 说句实在话 这个的的确确 那么反映出啊 整个的这个手机市场呢 是疲软的 那么你同比下降23.8%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蛋糕的规模在缩小 那你也可以说呢 包括像华为啊 像这个OVIPO小米啊等等呢 它的这个销量呢还不错 那么排有一定的排挤效应 那当然苹果的高端手机市场呢 其实在中国大陆呢 是面临很严峻的挑战 那么像华为手机呢 重新回归 在国内市场 由于不会受制于谷歌GMS 对吧 你说在大陆的人 反正咱谷歌呀 这些东西也用不了 对吧 那么本来呢 就是使用百度呀 这个这些 这个微信呀 资福宝呀 阿里巴巴 京东这些 那么所以呢 是一个相对的 这个独立的互联网的体系 所以呢 华为手机的回归呢 障碍也没那么小 但是在国际市场的回归呢 难度就很大 这个呢 是一个客观事实 但不管怎样 蛋糕可以重新分 那我们只看 华为和苹果呀 或者是 中国的国 这个手机品牌呢 那个头部的几家呢 可能还不错 但是我们看总盘子的话 中国信通院公布的数据呢 的确2024年9月份 卖了2500多案台 同比下降 23.8% 这个数据本身呢 是不得不警惕的啊 那么在5G手机方面呢 卖掉了2230万台 这个基本上可以说呢 这个9成的手机呢 都已经是5G手机了 那么同样的 同比下降 22.3%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 能够反映出 这个整个的消费的 这个状况 那么是不是大家 换手机的这个欲望 换手机的需求 在疲软呢 如果那这个大家赚钱 比较来钱 对吧 日子过得比较好呢 换个手机嘛 倒也没什么 对吧 好像呢也还可以 但是手机这种东西呢 你说用一年也可以 用两年也可以 反正基本上 你用个3.5年 问题也不大 除非你做一些特殊使用 基本上你就是日常的聊聊天 打打视频 看看新闻 短视频 也就那么回事 所以呢 它的这个影响呢 没那么的大 那么在整个的国内的手机 上市的新手机呢 在2024年的9月份呢 同比下降了16.7% 那么5G手机呢 上市了13款 同比下降35%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能够看到 在1到9月份的数据呢 也是一样 我们说单单说9月份呢 是前面所说的 这种下降的格局 那么说1到9月份呢 也是类似的 同比下降的这种格局 那么除此之外呢 国内手机市场 国内外品牌的构成 这也是大家所关注的 2024年9月份 国产手机品牌的出货量 是2035.9万台 那么同比下降了18.4% 那么国产手机的这个出货量 那么它是这个总个 在1到9月份的时候呢 也出现 纯现出类似的下降格局 但是有一个数据呢 值得关注 那就是9月份的 这个9月份的数据呢 它的下滑的幅度 下滑的速度呢 处在一个 这个这个幅度在变大 也就是说呢 下降的速度呢 在变快 那么除此之外呢 国内的智能手机的 这个整个的表现的 其他类似的数据 无论是它的价格 它的这个消费的人群 整个的能够感受到 它在高端消费领域 整个的这个相对价格高的 这个手机的这个消费的领域呢 都呈现出一个消费降级的状态 那么我们为什么来报告这个数据呢 从我们科技行业的发展来说 那么消费的疲软 消费降级的威力呢 在这里我们想表达一个观点呢 可能被很多人给低估了 当然你也可以说 对吧 你给出的这个手机数据 只是一个方面 但我觉得呢 毕竟手机人人都会用嘛 对吧 你说有钱没钱也好 对吧 现在手机嘛 已经是人手一步 而且基本上呢 也都是智能手机 都是智能手机 所以呢 手机的数据的消费状况呢 可能也是目前的整个 消费疲软的一个写照 一个写照 如果你说LV的包 反映的是有钱人阶级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可能是的 你那么手机呢 其实你不管有钱没钱 那么选择面也都是那些 也就只有那些 那么包括我本人呢 我们这个附近 有一家 我们经常去的一些小吃店 你比如说 像我们老家安徽的 淮南牛肉汤 挺好吃的 对不对 弄点 弄点这个粉丝 千张 千张 我们叫千张 然后呢 弄点牛骨头 然后呢 有一个饼 做的特别好吃 那么以前去的时候呢 我跟老板聊天啊 都是什么样呀 来个套餐 30多块钱 一根骨头 一碗这个牛肉粉丝汤 一个饼 就是一个套餐了 30多块钱 那么现在呢 老板说 很多人呢 就要只一个汤 一个这个饼 差不多呢 是156块钱 167块钱 差不多呢 少一半 这种情况呢 还要比较普遍 所以他的销售额呢 原来一天呢 大概能做个2000多块钱 他说现在啊 有时候1000块钱出头 那基本上去掉水电房租 还有他的原料成本啊 等等之类的 反正我们因为就在这附近买 我经常就是吃饭 都比较熟悉 我觉得老板也比较实在 就是说呢 不好 生意不好做 这个反映的是什么 这个消费不是高消费 这就是在上海这边 日常吃饭的 街头的这个小店 那么这个就说明 在街头小店的这个 普通人吃饭的地方 对吧 你说现在十几块钱吃饭 你不能比这个再普通了 对不对 你就算去一般的快餐盒饭 你也得十几块钱吧 是不是 你说几块钱呢 有点难以想象了 是不是 所以消费降级的威力呢 可能被很多人所低估了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呢要为大家来这个 说明说明这一点 在 我们前面讲到这个 这个前几天 就是上周四的时候呢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PMI指数 那么主要的是 央企啊 国企啊 大型企业呢 它的增长幅度呢 比较快 那么这个呢 来到了51.5% 我记得 那么中小型企业呢 面临的压力呢 还是比较大 那总的来说呢 PMI指数来到50.1 重新回到 景气扩张的区间呢 这是一个好消息 这个是一个好消息 那么财新制造业指数 星期五公布的 50.3 这也是一个好消息 半年来的 重新回到扩张区间 景气指数的上方 这个呢 说实话 大家也期待 这样的一种变化 那么经济刺激的 这样一种变化 但是我们如果说 就此认为 中国经济 中国消费 中国内需 中国内循环 从此好像触底反弹 就此上涨了 OK了 没毛病了 这个想法呢 可能就过于简单 不会如此的简单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现在呢 这个 这个 有最新的 我看到很多的宏观的分析 无论是大摩的 高盛的 包括我们也看到 这个著名的 这个分析师 像这个洪化总 对吧 那么他们给出了 各种看法呢 我认为呢 处在一种机构思维 什么意思呢 就更宏观的 长期的 中长期的来看待 如果没有基本面的话 那么都是怎么样呀 泡沫 对吧 那么基本面的复苏呢 你不要指望 一天两天就恢复了 不可能 均匀的资产负债表 对吧 你要想修复 讲白了就去勒紧裤腰带 好好挣钱 还那些贷款 我们中国人的房子 中国人的这个资产呀 基本上都在房子里 80% 90% 甚至怎么样呀 超过100% 什么意思呀 就是高负债 拥有房产 这个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高负债拥有房产 那么这个 在当下的这样一个环境之下的话 那么要想让他真正的恢复资产 居民资产负债表 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修复 然后呢 真正的让他能够慢慢的感应消费 10月1号的国庆黄金周 那么我们看到一些宏观数据 这不是我说的 是宏浩策略 宏浩浩这个 他的这个一个分享 大家如果做投资就知道 我讲的是什么意思 那么 他分享国庆期间呢 他的出行人 的的确确 人数挺多 那么比2019年 就是疫情之前的出行人数呢 是增长 那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大家表示在假期期间呢 就是出去旅游一下啊 干嘛干嘛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再看另外一组数据呢 其实就相对比较难看 那就是整个的消费 人均消费100块 人均消费100块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县城油 周边油 附近油 对吧 然后呢 去可能一家人或怎样 反正就是消费变得很低了 那么这个也反映出怎么样呀 购买力 对吧 购买力 那么这个 这个信心的复苏呢 是需要时间的 那么作为一个个体嘛 放假了 总归想出去转一转 对吧 那么以前可能出国游啊 这个中远城 中远途的这个旅游啊 那么但现在呢 更多的是什么 周边油 所以我们只看出行 这反映的是什么呢 反映的是人的基本面啊 基本需求 放假了要出去玩一玩 但是呢 我们再看宏观数据呢 反映的是 你满足这个需求的能力 明白吗 就像我前面讲的一样 我们这个附近的小吃店 对吧 那么你 你需要去吃晚餐 吃午餐 这个是你基本需求 你不可能不吃饭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我可以从35块钱左右的套餐 我降为17块钱 那么这个是反映的是什么呢 反映的是你的 对消费的一个 消费消费力道 那么这个呢 我们要综合这几个信息呢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是中国宏观经济的 基本面的复苏呢 绝对不是 一时一刻就能够搞定的 所以你希望短期之内的 超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 我告诉你 只会制造更多的贫富差距 只会让更多的人呢 被套在股市当中 这个不是我在唱衰 我这期节目 有可能在国内都发不了 但是呢 这我想呢 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 必须事事求是 不能够一味的说好听话 也不能够一味的唱衰 必须公正 必须公正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 总的来说 中长期 比如说两到五年 两到三年 我是看好 这个复苏 经济慢慢的复苏 这个过程的 但是我严重不看好 有的人就像西方的小作文 路透 野村 甚至彭博社 说的中国 哎呀 15亿 20亿 30亿 30万亿 15万亿 10万亿 砸下去 中国经济就好了 不是的 不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这个 就是说 一把头 就问题就解决掉了 复杂的问题 没有简单的答案 如果真的就说 疯狂的砸一笔钱 从此以后 天下太平 什么事都解决了 那也太容易了 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OK 那我们再来说 那我们现在看到呢 这个包括银行存款的规模呀 包括这个房价的下跌呢 目前呢是宏观政策 对顶层的发言 给出的叫做指跌回稳 在一线城市呢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趋势 你比如说上海呀 深圳呀 对吧 北京呀 那么总的来说呢 房地产 无论是新房 二手房 那么成交的量呢 在上升 那么有交易量 市场活络起来 这是事实 但是你说价格 这个是不是就 想要再上涨 这个呢 暂时就不要再想了 不要再想了 那么基本上处在一个 指跌回稳的过程中 指跌是否止住了 还不一定 但是呢 这个稳还有没有稳 还不一定 但是宏观数据上呢 有一些好的迹象 就像我们的PMI数据一样 对吧 只能说刺激政策 在短期之内 有一定的效果 是不是就已经 OK了 不一定 或者叫做 至少暂时还没有 那么银行的 降息的动作 包括央行的动作 央妈的动作 财政部的动作 这都是需要怎么样呀 在一个相对低迷的 内需的这种状况之下呢 它是要一个 慢慢复苏的一种状态 楼市股市的双杀格局呢 是这个通缩前期的一种 这个周期性的一种状况 已经持续了 不是一天两天 所以呢 它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 是一个几年的问题 如果几年之内 我们就能够触及反弹 重新回到一个良性 循环周期呢 就意味着这一场仗 我们打赢了 我们呢 摆脱了日本潜在可能的 30年的 失去30年的潜在危机 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基本面的恢复呢 将是一个长期的 良性的 可持续的 一个非常好的局面 而不是短期的 而不是短期的 整天鼓吹你 一大把钱洒出去的 我告诉你啊 这叫做什么呀 不怀好意 对吧 当然这个该洒也得洒 也不能说哭哭嗦嗦的 那什么事情都办不了 但是呢 是不是就短期之内 一把头 这个全部把子弹打出去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是需要谨慎的 那么我们也能够看到 如果说到这个 这个基本面呢 我们前面讲到的是 手机 对吧 在10月份的销量呢 9月份的销量呢 下滑了 幅度呢 还是比较大 对吧 我们前面讲到的数据 是23.8% 那么如果说 大家觉得手机行业呢 只是一个行业的 一个写照的话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房地产的状况 我就不讲了 对吧 包括一些企业的一个 在全球的债布局 或者叫做出海 好听点是这么说 但是呢 必定它会对国内的消费 造成冲击 对吧 你无论是现在到这个 浙江的一些地方 以前呢 就是那种工厂 比较多的地方 再到一些 销售 这个包括各种 消费者的展会 基本上都是同行 那么你在这个展会当中呢 这个像过去广交会 对吧 那种热闹的场景呢 现在呢 是确实是比较在难以恢复 那么我们前面讲的手机 其实我们也可以 从另外一个行业呢 来说明 那比如说汽车 对吧 手机嘛 基本上是从1000多 当然最便宜的几百块也有啊 从1000多2000多 对吧 到这个上万 都有啊 那么但是呢 汽车呢 就不一样了 汽车 这起码的话 你是几万块钱吧 你再便宜再便宜 你几万块钱 对吧 到几十万 上百万啊 上百万咱就不说了 一般消费者呢 可能就是这个十万左右 这是比较常见的啊 一二十万啊 这种车型的很多 但是呢 我们看到汽车行业为例 那么今年呢 也是一样的啊 九月份之前的话 那么中国的乘用车的销量呢 是连续五个月下跌 连续五个月下跌 啊 那么这种格局呢 尽管说现在有这个 已旧换新啊 等等这些政策的补贴 那么为新能源 混合动力汽车等等 它的上升呢 那么提供一些动力 但是总体来说呢 还是挡不住销量的下滑 另外一方面 我们能看到 这个汽车 汽车行业呢 现在啊 国家呢 也给出了非常多的宏观政策 以上海为例 你这个买新能源汽车 对吧 你可以免费的上一张 上海的车牌 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就知道 这个上海的车牌呢 实际上还是很值钱的啊 像我们那个时候 拍一张上海车牌 大概花了是九万多块钱 那说这话呢 也已经是十年前了 十年前花九万多块钱 拍一张上海的车牌 那么这些年呢 为了发展新能源汽车呢 车牌就是免费送 当然你得买是这个新能源车 你可以说是 国家为了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嘛 对吧 毕竟这个汽车产业 中国这么多年的确发展的非常好 这一点呢 我们说中国经济当中也是有亮点的 对吧 最近无论是美国纽约时报的深度报道 还是全球的智库的深度报道 都展现出中国2025中国制造 那么完成的任务比呢 就是说达成率呢 是非常高的 现在已经接近九成了 那么一年之后 比如说机器人 电动汽车 新能源产业光伏 新能源电池 对吧 包括在人工智能方面 那么中国在这些领域当中呢 是取得很大进展的 这个也是一个事实 我们不能够 以偏概全 我们看问题要宏观 要全面 所以呢 那么乘用车方面呢 现在国家也给出了很多的 已旧换新 那么各种的这个政策的 这个用力 发力 那么总的来说 会起到一定的效果 包括我们讲的上海的新能源车牌 那么这种状况本身 是不是能够彻底的扭转 短期之内呢 我觉得呢 难度也比较大 还是回到最根本的家庭居民的资产负债表 这个修复呢 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 那么地方政府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呢 也是需要 需要时间 来进行这个修复 OK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 我们能够看到 那么宏观层面呢 消费者的 这个资产呢 被中国的房地产呢 是死死的捆绑起来了 前面讲的数据 中国老百姓的资产 其实80%以上 甚至90% 100%以上呢 都在房子里 那么这一线城市的房价呢 现在有一些好的迹象 但是二线城市可能会跟着一线城市的走势 但是三线城市四线城市 一些小线城 卖了很多 盖了很多很多房子的地方呢 我看这难度就比较大了 比较大了 那么房价的下跌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消费者的资产套牢 舍不得 这个卖掉呢 又舍不得 对吧 几十万的亏损 不卖呢 你也很难有钱呢 去进行所谓的消费 那么银行存款的状况 始终处在一个高位 包括债市的表现 对吧 30年 10年 那么这个债市呢 是不断的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格局的话 那么很明显的反映出 大家呢 这个手上有钱 放到哪里去呢 也许 也许 最近一年 黄金的走势 大家也看到了 对吧 那么整个来说呢 呈现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走势 按照很多机构的分析认为呢 这个全球百年未有之大点局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黄金 作为人类到现在为止呢 非常硬的一个 这个资产指标 对吧 财富指标 那么其实呢 可能就是一个最好的投资去向 但我这里不是 我不是一个教大家投资的方向 我只是呢 给大家做一些基本面的分析 所以呢 个人投资呢 这个投资去谨慎 还是需要去强调一点的 因为涉及到非常多的交易策略 对吧 交易手法 而即便是黄金 它也是有回调啊 波动啊 对吧 那你如果卖高买低了 那对吧 你要看多长的周期 无论怎样吧 利率的下滑 利率的下降 为了让消费者呢 把钱重新回落到市场上 为了让企业的资金呢 重新做投资 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呢 那么最终还要看 你的内需情况怎么样 如果没有需求 企业家的投资呢 依旧会非常的谨慎 那么现在的这个行业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不久之前有一个数据 北京规模以上的餐饮企业的 营业收入呢 下滑2.9% 那么利润呢 是暴跌88% 那么利润率呢 也下也低到了 0.37% 非常低 其中饮料和和这个 冷饮企业的利润呢 同比锐减了86% 那么这个东西 对于整个的餐饮行业来说呢 这个影响呢 也是比较大 那么问题呢 也不只是 北京一个地方 你比如说在上海 那么也出现了很多企业呢 这个亏损的状况 那么 甚至呢 一些豪华型的酒店呢 也被这个直接就是 出售出售 给卖掉了 那么高端消费呢 现在也是越来越困难 那么上海人均单价 500元以上的 这个餐饮店呢 从去年5月份的 2700多家 减少到今年7月份的 1400多家 那么整个的数量呢 几乎是 夭折 就攒了一半 拦腰斩断 那么这个就反映出 整个高端消费呢 怎么样呀 也出现了很大的 这个 这个这个回调 那么勤俭节约 固然是美德 但在一个经济体 经济体当中 如果没有消费 消费减少的话呢 那么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呢 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另外其他方面呢 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包括像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新的这个毕业生 现在每年 对吧 1000多万的大学生毕业 那么走向市场之后呢 竞争压力的确很大 我最近看到这个深圳大学生 骑着共享单车 这个夜骑走到50公里以外的开分 对吧 夜骑开分成为一股潮流 那么在开分呢 也是非常的这个给力 对吧 你比如像一些清明上和园啊 这些非常重要的景点 开分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了 也是一个 的确是一个旅游名城了 那么 我们说这个大学生看起来很有活力 对吧 但是平心而论啊 有时候我和朋友们聊起来 我说如果我是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的话 我每天投那么多简历出去 就业难的问题 的确是摆在眼前 这也是一个事实 那么当然在县亚塔之内的青年学子们呢 这个非常有活力 我看到这些同学 对吧 骑个共享单车 直接连夜开奔到50公里以外的 这个开分府 第二天还能够唱完一天 而且很多门票呢 地方政府直接宣布免费 非常给力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呢 就是说活力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年轻人的压力呢 的确是蛮大的 像我们那个时候 这个20年之前毕业的时候 当时的中国的经济状况 各方面来说的话呢 找工作 没有同学说我找不到工作 就业难什么 基本上 离开校园的时候 手上 对吧 你要想认真真正的拿offer的话 可以拿到好几份offer 都很正常的 像我们毕业的时候 都有好几个offer 做选择 那么当然最终呢 我们是做 我们是学IT的计算机 当然计算机 说实话呢 可能就业也是好一点 就是我们当时毕业的同学 现在总的来说 在也有很多在华为的 我好多 我们研究生班的班长 就在华为 从毕业到现在 已经多少年了 对吧 还有很多呢 做这个CPU的 做硬件的 在武汉光股 做这个通信 光纤通信研发的 在这个海康威视 做硬件的 在做什么汽车芯片的 我们学的就是这个行业嘛 所以我经常给大家 分享这些科技的东西 但不管怎样吧 这样的一种局面呢 能够反映出 目前的大趋势 那就是呢 整个这个宏观面 宏观经济 要复苏呢 难度还是比较大 我们呢 不要这个 简简单单的认为 这个经济一次级 什么事情都解决掉了 所以用这个话题呢 我们从9月份的 手机出货量下滑 23.8% 我再说一遍 这个数据来自 中国信通院的数据 还有一点 我这里要想说一点 就是呢 大家一定都要注意啊 我们中国发展到 今天这个程度呢 已经远远告别了 过去用什么 那种宣传呀 什么之类的 就是有什么 说什么 很正常 就是比如说 汽车数据 手机数据 对吧 下滑就是下滑 面对 你看我们的官方的 PMI统计局 公布的数据 过去这好几个月 都是50以下的 就是通缩 这个萎缩的区间 它国家统计局 照样公布 对吧 那么就这样的数据 我们做客观理性的分析 中国已经发展到 今天这个水平 那未来在全球 如果真的想要站立起来 那就必须得 堂堂做做 真正做人 公平公正 透明公开 这个是少不了的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说 哎呀 你在说中国的 什么经济数据下滑了 你是有什么爱国恨国的 没有这 我们不吃这一道 对吧 就是事实求是 客观公正 很简单 那最近我们看到 国家有一个法律通过 就是关于新闻媒体采访的 什么意思 就是地方政府 不能以什么 这个什么占卜透露 什么没有什么 可以透露的信息 来淌塞媒体 要各个地方政府 各个地方 要支持新闻媒体的报道 很清楚的 这个信号非常清楚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要给我 发生一个什么事情 对吧 多少个小时 从你这个主管部门这里 什么信息都得不到 这个是不行的 那必须在第一时间 让信息呢 让公众 知情权得到充分的保证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最近 那么中国记协 出来公开讲话 就是怎么样呀 对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 对很多事情的 当然你不能搞假消息 你要事事求是 他大来那种 对吧 大家给我冲呀 拼命冲呀 这个我们都发财了 这个就莫名其妙 这就骇人 你知道吗 牛市亏钱 那是牛市 你以为牛市赚钱 相信赚的是谁的钱 赚的是韭菜的钱 对不对 牛市 牛市跟你有什么关系 牛市亏的就是 让你进取吸引力注意力 最后赚的就是你的钱 这个我们一封为二的看 不能是假消息 除此之外 客观公正的 这个去 对一些宏观的数据也好 形式也好 一些这个新闻的事件的 这个真实的情况的 一个客观的梳理也好 这都是有益社会的健康发展的 对吧 没什么不能去表达的 我前面讲了 PMI数据 还有这个信通院的数据 还有中国汽车 汽车的宏观数据 这都是官方公布的 都是官方公布的 对吧 那么因此呢 我这里呢 就为大家做一点这种介绍 那么经济的复苏呢 需要一个时间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啊 两年左右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时间是需要的 是需要的 不会说短期之内 搞一个政策 股市涨几天 然后好像从此以后就安了 从此以后就OK了 从此以后就没毛病了 就成功了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这是我的看法